第七题,第七题叫你找这个Inflection Point 我们如何找Inflection Point 呢? 第一,我们先解决D两次等于零,或者不Exist 那些地方就是你的候选人 然后第二步就是画个表 去查一下有没有转正符号D两次,可以吗? 因为你要D两次转正符号,才会有笑变哭或者哭变笑 那些才是Inflection Point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做就是D两次 这个是Fx D一次 1加2sine2x 当中的Chain Rule 等等,自己要小心一点 D两次就是4cos2x 所以我们先解决D两次等于零 D两次等于零 即是4cos2x等于零 即是cos2x等于零 可以吗? 好,然后留意的是 x是0-2π 是暗示2x 在0-4π 可以吗? 好,你尝试画个cos 出来 所以cos2x等于零 其实是可以有4个答案 1,2,3,4 可以吗? 2x可以是p2,可以是3p2,可以是5p2,和7p2 而x就是全部除2,就是π4,3π4,5π4,7π4 好,这是第一步 另一方面,会不会D两次呢? 那就不会的 因为纯粹是Polynomia和出稿 所以是4个候选人 然后第二步做些什么? 就是画表 我懒得画,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你拿回这4点做一个界线 画一个很长的表 应该全部都查到右转正负 所以全部都是inflection point 可以吗? 即是答案是C 这个交给你自己去做 这是第7题的答案